今天初七是日一日 政府又封區 又用安心搓行業維碼 去限制香港人可以吃食食 但看上反而不是那麼好 我想問你政府的這一招數 是想做些什麼 我不太知道他想做什麼 其實現在疫情 你跌到單位數 根本很多東西都不需要限 搞那麼多大龍鳳 除了你做一場大龍鳳給共產黨看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作用 如果真的不想官逼民犯 說去到那些本來有生意都要收檔的話 根本現在應該馬上被他開了 有很多人都很願意去配合 做很多消毒、潔淨等措施 去幫忙一起防疫、抗疫 整個行頭、業界都是這樣說的 政府完全不相信這些人會做得到 不相信香港人的意識 因為他不相信別人 他只是相信自己 一味道是亂瘋、亂搞 但結果是事配功半、得不償失 做很多我們看來很愚蠢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究竟是否想多些人失業 想多些人生意倒閉 然後每個人都餓死了才舒服呢 怎樣的反應呢 其實一早的那個只是封晚市 都是毫無科的根據 我經常都說你晚上吃那些 分分鐘是一家人吃一頓飯 你整家人都在家裡住 同一個地方住 你出去吃飯一齊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拆開兩人一台 根本他是拿不出任何理據的 他霸王硬上弓 你真是封的 你封了午餐、早餐 最少應該封了 午餐你未必跟家人吃 你跟三、五、七、六人吃 吃商業午餐好一點 首先最重要是封中環 尤其是政府總部附近 有食肆全部封了 你首先應該做這些事情 新鮮事雀 打疫苗就搶著第一個打 你封就不封自己 你封了自己的隔壁 你自己嘗試什麼都沒得吃 看看他有什麼滋味 他自己不做這些事情 你跟著就叫別人不要開檔 然後收檔倒閉 你怎麼叫人服你呢 你壓死了 不讓別人說 不讓別人走出來一回事 那條氣也是不信的 那條氣不信 要是走 不是遲早都是再亂過的 你想都想到這些結果 我不知道應該做這些事情 你沒有科學根據 你只是逼別人說 不是登記這件登記那件 假裝了別人用手機的程式 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什麼幫助 你一天出街去這樣的地方 你只是吃飯那一個多小時 你登記了 之後坐車你不登記了 一路走哪條街都登記了 是吧 那你全部登記了才有用 那你整天出街 十個八個小時這樣說 你只有一個多小時吃飯 你登記有什麼用呢 那個科學理據 哪裏拿不出科學理據 那你怎麼看下週三月的預算案呢 現在都有傳出 五位派堂 還有一些退稅 或者是中緣 三果根 這些都可能通通沒有了 因為今年的過年期間 陳茂波都說了有看宋吃飯 政府現在的財政盈餘和邪志 是否真的覺得沒有派堂 派不到堂給香港人 他一開始牛年的時候 已經變壞了 是有份就有份 洗大了 那時候根本沒有事 失業率很低 這樣又派不是有派 以為很好 即是想著學澳門就是維穩 那維不住啦 維不住啦 買民望買不到也都沒有好過 那你這樣一份的時候 中共看到你那個水位跌得這麼厲害 跟著你那幫人說 撐住外匯儲備 當然不給你了 外匯儲備 他想著是他的 不是你的 他想著你的錢都是他的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是夾你那幫港官走去 趕快去 搞定那個赤字 慢慢高過水位甚至要破頂 你現在很容易 他已經軍警武器齊備 他一個先都不派給你 你應該會沒有 到轉又加你狂加稅 你現在立法會這樣 對上去很快就過很容易過 他要開什麼稅 他怎麼可以 為所欲為可以說 所以你不用他講,你都猜到他會做什麼 他現在根本是不派任何福利,不派任何救濟 你以來他不賀 他還要馬上抬回一盤數 之前他做壞了那些,要你和他結帳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有錢人肯定會夾你 窮的話他那些稅都不會省過你,他都一定會開 所以你猜到他一定是走這條路 我會儲備,被中共已經拿走了,他就拿走了 其實是否這樣一回事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拿走了 但是你現在這個政府已經全權被他把援之中 你這些錢其實他要拿你都說沒那麼容易 現在放在這裡都不等於是你的 是不是拿走了他自己才知道 但是他肯定,如果是美金來計,外匯來計 他不會讓你移動他 他不會讓你移動他的時候 你現在本身港幣的財政儲備沒有了四分一 你還說弄什麼大嶼,那你一棵就花了 你剩下八千億 那個賭錢到鹹水海的不止八千億 所以現在看他的款式 不能讓他這樣再揮霍下去 你已經敗了那部分 你只要在那些民資民膏中夾出來 那你怎樣看現在香港的經濟前景呢 前一陣子,在特朗普就任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他可能中美的關係那麼僵硬 可能人民幣和美元要脫鉤 現在拜登州上任了 現在看到香港政治有緩活的職場 還傳出了限制香港人離開 不過現在都離開緊的 其實現在的經濟狀況你怎樣看呢 就是前景會是怎樣呢 經濟就 都是會跟隨外圍復甦 不過因為 因為你現在那些 厲害的那些和有錢的那些一直走著 還有你見到那個人口增長 生小孩都不在那裡生 一直在那裡跌到零 現在零就差不多了 開始收縮 你可以預期日本化 即是長線來說 日本化的情況就提早出現 周期上落就不會跟外圍 差很遠 即是大家壞就一起向下 大家好 現在好上來 都一起有份 但是整個trend growth 增長趨勢水平就低了 低到可能 因為人口增長都跌到零 其實長線的經濟增長趨勢 都很快會跌到零 如果有人覺得他現在不是有一個政策 又想限制香港人 離開 說真就是 他說的是不讓你想什麼換輸工具 實際是不讓人離開的 是不是如果香港不斷地走 他就真是中共政府、北京政府真是怕香港人走 前走 他就那個 有些他想要通緝那些 因為他現在拉贏的方法都是 首先 中共給香港政府一個名單 然後香港政府就真的做事 撿那些傢伙出來 然後砌一些罪給他們 其實他想撿那些傢伙出來 尤其是搞組織那些 他就要全都離開 不讓他們離開 我想那件事就下來做這件事而已 但是你說如果整體的政策 即不是針對那批人來計 大部份香港人來計 他老實說就不可以你走不走 最好你就走快一點 他經常說大灣區他都是叫你走而已 放逐你去邊疆 好像那時候走到西伯利亞一樣 沒什麼分別的 你就是人走 錢就留在這裡 即是他現在要的就是這樣 你那些人走就留在錢 但是沒有人會這麼愚蠢 那些人走了錢就留在這裡 即是人走當然錢就先走了 每個人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你看到那些人 所謂開離岸戶口都不是很穩陣 最近那間這樣的銀行 離岸戶口都凍結了 那你當離岸戶口都不穩陣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是說 錢走了先的人留在這裡 必要是人走不是這麼想的 人錢一起走 走去一個地方 你沒辦法 有一個所謂引渡的 走去一個地方 銀行體系跟香港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一定是去過那些地方 所以你不難預計到 很快會發生這些事 現在香港人真是處於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 人走錢又走不了 利岸戶口都不穩陣 還有什麼路可以走之衝 連人又走錢又走 那你現在的錢不是沒辦法走的 不過你如果走得不夠徹底撇脫的話 你很容易有條尾被捉住 譬如現在看到有些已經完全全離開了 如果資金擺放在一間 跟香港完全沒有關係的銀行 其實你沒有事可以做的 那些是吧 除非你派人走去 你肯定要抓他回來 老人暗殺 除非要做這些事 如果不是的話 老實說你這麼多人走 犯不著 就去綁架回來 暗殺 就不會做到這樣 除非你是某幾個 就是在一個名單上面 我覺得香港人也有生活假 現在覺得香港人如果投資的話 他們會怎樣投資? 報仕可不可以都給他們一些意見 我不知道怎樣投資 就是你現在那個環境已經是 就是你在一個股市已經好像A股一樣 你看到樓市已經是 就是越來越多操控的因素 你不是市場主導 不是市場主導我哪會看 就是你到時 他喜歡升日升 喜歡跌跌 他要托到他去到哪裡 那他就托到哪裡 他要托到哪裡 那你就沒辦法 就是我們看一個客觀環境 跟著引伸出來的經濟或者市場的力量 會推些東西到哪一邊 但是如果你都不是市場力量 不是一個自然壓官現象 你是人為攪它 操控它 我不懂得看這個 在特朗普時期強硬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北水不斷努力套住香港的市 那現在的拜登就任之後 現在的市場又會怎樣呢 你的北水的情況是怎樣的 那些所謂北水 他就是一段時間他要做旺的場 就是來擁高他 就是你去年也試過 去年7月那時不是托A股的 那時就是剛剛說自己第一個復蘇 然後香港推了一條惡法 然後要做靚的場 那你現在一樣 因為現在和美國鬧回彎了 那你一堆股票要走到香港上市 人家不是馬上掃你走 但是你都預料到要走的 那你變成這裡要做惡國場 那你做惡國場都是做一陣的 你下下北水買 你自己回來上市 你自己扔錢買 那你上什麼市集什麼都知道 我自己真的去集資 自己拿錢去買 那怎麼會有這個故事 就是他目的都是引引外資走進來 或者引香港錢去買 其實是 所以要有人自己走賣天 那不會長期托 長期托 那你弄這麼多大路風 你立即做一做戲 一引人進去 所以現在比特幣 都是一個比較多的一個現象 看到美國的富豪 馬斯克 特斯拉的老闆 他都買了很多億的比特幣 同時差不多很多時間都賺了幾億 有些人說他可能用虛擬的貨幣 去打華爾街的大鱷 就是連署那些不用真實的貨幣 那人的貨幣身邊比較自由 其實這個你怎樣看 我覺得他投機多而已 你說真的拿一隻不太流通的 他的流通性不高的 主要大家都是買來炒的 你拿一種這樣的東西 你和一個傳統的流通的市場去打 怎麽做 都賣不到新的 根本是兩個市場 我覺得沒什麽威脅 不要這樣可能會比較漂亮 那又怎樣 OK啦 麻煩你了 行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都賣不到新的 綻能 一年 還請問 就不得了 全港